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最近做了几集眷村的食品 突然嘴巴馋 想要吃涼麵 所以今天又到市場裡面買了黃麵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油麵回來 我們今天就自己來調個芝麻醬 來做芝麻醬涼麵 首先一開始啊 先拿那個市場裡面買的芝麻醬 我們先用個四大勺 很濃啊 以前的芝麻醬顏色比較深 因為只有芝麻 現在的芝麻醬裡面都含有花生了 如果你看一下你的芝麻醬啊 如果裡面成分沒有花生的話 我建議調個二八醬 什麼叫二八醬呢 就是芝麻醬佔百分之八十 然後那個花生醬佔百分之二十 大家看這個芝麻醬很漂亮啊 完了之後我們加醬油 我們剛用的是四大勺的那個芝麻醬 然後我們來調醬油 醬油大概用個兩大勺到三大勺 看你想要吃多鹹 但是要記住的是不要一次把它加進去 一次加進去這個芝麻醬油水分離了 你就很難再調勻了 先加一勺進來然後把它調 好 在你調製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 突然這個芝麻醬變稠了 有沒有看出來 變得更稠 你加了醬油反而變得更稠了 而且更難攪動 這個時候你就得花點勁來攪一下 有沒有看出來 變稠了 好這個攪得差不多了 我們就再加一勺醬油進來 兩勺 一方面調調色 一方面調調它的鹹味 芝麻醬啊 的特性就是一開始 加水 加醬油的時候會越來越稠 然後調到後面 水過飽和之後 它就會又逐漸變稀了起來 你看變成乾的了 不一樣了 現在我們來加水 剛剛加芝麻醬四大匙 我們加水也加 就要加個六大匙到八大匙 一樣水不要一次全部加進去 水加進來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啊 它就會開始變稀了 顏色會稍微變淡一點點 等水都吃進去了 我們再來繼續加水 不要一次加完 後面有人在罵白癡啊 這不是罵我的 好 等一下再加 我們看到很多網路上說要 同一個方向轉才可以 不然會壞掉 告訴大家沒這回事 你看 順著逆著轉都可以 攪勻來就好了 好 等一下來看一下喔 水加的差不多了 四匙 大概也都吃進去了 顏色變得比較像 我們看到的芝麻醬了吧 而且感覺起來比較油嫩 你看這亮亮的多漂亮 這個叫做絲綢般的感覺 絲綢醬 好 現在加了芝麻醬 也加了醬油 也加了水 現在我們來加一點點糖 糖啊看個人喜好 加多加少都可以 我自己至少加個兩匙 我喜歡吃甜口的 我喜歡吃甜口的 把它攪勻就好了 糖加完之後 我們來加白醋 這個芝麻醬汁啊 如果只有芝麻醬跟醬油 就太膩口了 加一點白醋 加一點檸檬汁 它就可以解膩 而且特別好吃 通常白醋啊 我也是加一勺 白醋一勺 好 擠個半顆進來 會有特別的香味 攪勻 我總覺得加一點檸檬汁 那個香味更棒 比加白醋會變得更 複雜一點點 會更得多元 好把它攪勻 這個時候已經很香了 好 有幾個重點啊 現在我們要加一點點 蒜頭 還有一點點的嫩漿 我們要把它搗碎 在我們村子裡面啊 我們是雲南村子 總覺得 要用這個 舊子 絲舊子 去沖沖沖沖沖沖沖 沖出來的蒜頭 那個香味才能夠完全釋放出來 那個香味才能夠完全釋放出來 不管你是用磨的啦 或者用切的 都沒有覺得那麼香 那這裡有一個小地方要提醒大家 就是前面那些芝麻醬汁調好之後 如果你當天吃的完 你就把 薑啊蒜啊都把它加進去 如果你當天吃不完的話 薑跟蒜就是最後再加 或者是第二天再加 第二天再加 第二天再加進去 不要當天加進去 不然你的那個芝麻醬 擺到第二天之後 會有一點 爛蔥爛蒜的味道 剛剛鏡頭為什麼動了一下呢 因為我老婆說我沖的不對 他要一邊沖一邊磨才可以 這老婆幫我沖好了 來看一下 就是這樣 不要全加 我們加一些進來就好啦 因為今天我們做完 就會把它吃光了 好 攪勻 最後還差一個靈魂呢 就是鹽巴 加個一勺 一小勺的鹽進來 整個味道就不一樣了 加了鹽就會把所有的味道都提升出來 好 鹽巴加進來 基本上味道就成型了 嘗一下看 缺什麼 再調點什麼 好吃啊 加了鹽巴就不一樣 嗯 就像囉 好 最後啊 加芝麻 這是我們買的熟芝麻 如果是生的芝麻的話 可能還得再炒一下 我們買的是熟芝麻 也不要加太多 加一點點綴 咬到這個熟芝麻的時候 會覺得特別香 攪一下 好看了吧 最後 歡樂油 香油稍微加一點 涼麵如果油不夠啊 吃起來就不夠順口 涼麵的油跟水一定要夠 才會香 一點點芝麻油 一點點芝麻油 不是芝麻油 香油 提味 我知道台灣有的早餐店裡面 他會用蔥油 但是我們今天就用香油提味就好了 這樣比較像咱們北方的口味 香油就是芝麻油 嗯 白芝麻 黑芝麻的油叫做那個 麻油 白芝麻的油叫做香油 好 我們的醬汁就到這裡了 如果 你喜歡吃辣 加一點辣油 如果不喜歡吃辣 就到這個地方 就可以去配涼麵吃了 我們現在就來試吃看看了 這是我們早上買來的涼麵 加一點點小黃瓜絲 如果你希望調得漂亮一點 加一點蛋絲或胡蘿蔔絲都不錯 但是咱們自己在家吃這樣就可以了 你覺得醬會不會太少 再多一點 好 老婆說太少 我們就再加一點 好 我們來 試試看囉 你看一下這個麵條 多漂亮 嗯 這個汁啊 醬汁調的不稀 也不稠 剛剛好 剛好扒在這個涼麵的上面 下面一點都不會留下來 對 吃一口啦 怎麼樣 哎呀 好吃啊 你都快流口水 芝麻又香 檸檬的酸 都調得恰到好處 還帶有一絲絲 嗯 我們在台灣比較習慣的甜味 哇 這涼麵好吃耶 好啦 老婆的口水快流下來了 那我們就自己來享用這碗麵啦 今天 張心漫談跟大家分享的 北方芝麻醬涼麵 就到這個地方囉 咱們下回見 掰掰